我们知道一个基础组件的使用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个自定义组件的使用 那什么是自定义组件呢 基础组件我们很好理解 像一些Vail Button 这都是框架给我们提前封装好的一个组件 那么我们如何自己去实现一个类似的功能呢 我们把这些先给它删掉 OK 比如说我们想去实现一个按钮的一个功能 我们在UniApp中基础组件有一个Button 那么你可能会觉得这个Button呢 跟我实际的需求呢会有一些出入 所以呢我想自己去实现一个 包括上面这些属性啊 或者一些像一些Add Click 像这些方法 我们都想自己去实现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今天呢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内容 自定义组件 现在呢我们的自定义组件我们叫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叫BTN 然后里面我需要输入一个值 点击这样呢它会去正常的去显示我们的一个组件 现在来到我们的页面 看控制台呢会有一个报错 告诉我们呢啊BTN这个组件呢 没有注册没有找到 所以首先第一步我们是要去注册我们的一个按钮 那我们怎么去注册呢 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去实现我们的组件才能去注册 对不对 那怎么去实现呢 在我们的根目录我们去新建一个目录 我们叫Cometance 在这里面呢存放的是我们的一些自定义组件 然后呢我们去新建一个组件 我们新建组件 组件呢我们创建一个同名目录 我们叫BTN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我们选择一个默认模板就可以啊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创建之后呢 会给我们生成一个基础的一个页面 我们的页面可以看一下 跟我们的一个页面构成其实是很像的 几乎没有区别 那么我们怎么去实现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页面里面呢 去给它实现一些内容 我们这里就叫点击 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这里 我们先把我们的内容给它去掉 我们直接去实现我们的内容 点击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样式 我们叫什么名呢 BTN 我们去给它一个大小 给它一个大小 给它一个边框 然后方便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效果 大小呢 我给它一个宽度 200px 高度呢 我给它一个100px 然后让我们的文字呢 去给它居中显示 然后给它一个100px的行高 然后我们保存 保存之后 你现在跟我们的页面是没有关联的 所以我们的页面呢 还是不会去显示我们的内容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页面关联起来 我们怎么关联呢 我们在这里 scrib的标签下面呢 首行我们用 import btn from到哪里呢 我们使用at-comptance 使用我们的一个绝对路径 at表示的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根目录 在我们的根目录 找到我们的comptance文件夹 然后下面呢 有一个btn的文件夹 然后里面有个btn.vue 我们引入我们的组件之后呢 我们怎么用 首先我们要去注册 注册怎么注册 我们有一个方法 叫comptance 然后呢 它接收的是一个对象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btn写在这里 我们使用es6的语法 后面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去省一掉 我们直接btn 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的组件名呢 跟我们导入的应该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再保存 去看一下我们的页面 然后我们点击刷新 现在我们的报错就没有了 然后可以看到当前的呢 我们会有一个200宽100高的一个按钮 在这里显示 我们去给它加点样式 我们给它一个红色的边框 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一个组件 就已经正常的引入了 这是我们一个最基础组件的写法 当然组件会有很多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去给它一个属性 首先呢 我们给它一个值 我的一个值叫color color等于什么呢 color等于red 我们给它一个颜色 我希望呢 我给它传入一个红色的一个值 我们的属性叫color 让我们的这个文字呢 就会显示我们属性里面传入的这个颜色 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的组件内呢 会接收一个props props呢 去接收我们的属性 在这里呢 我们就写入我们的color color就是我们在外面去定义的一个属性名 它接收的是一个对象 首先呢 我们会有最基础的两个值type 会表明呢 type表明我们当前这个属性 传入的是一个什么类型 我们希望它传入的是一个string类型 然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默认值default 我们的默认值呢 我们就是一个黑色 我们保存一下 虽然说我们已经接收到我们的一个值了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值 实际的去运用到我们的组件上面 我们运用在哪里呢 我们再给我们的will 去添加一个动态的style style呢 之前我们没有讲过 它跟class很像 我们直接冒号style 这里面呢 就可以去动态的写我们的一个行内的样式 我们给它一个花过号 比如说我们的颜色 color冒号是什么呢 color就是我们定义的一个字段 我们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第一个color呢 表示是我们的一个样式的一个属性名 后面的一个color呢 是我们传入进来的一个属性 现在我们保存 再看一下 会发现我们的蚊子变成了红色 如果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改一个颜色 我们叫blue 蓝色 我们的蚊子就会变成一个蓝色 这就是我们属性定义的一个方法 当然我们的props里边会有很多的功能啊 会有很多的属性定义 这里呢 我们只写出最简单的两个属性 一个type 一个default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实践 这些呢 希望同学们自己了解一下 或者我们在后面的实战课 在我们接触到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讲解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需求 就是我们在点击的时候 我们会接收到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可以在我们的页面去控制 那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要去点击我们的事件 对不对 我们叫onclick 然后我们同样的 是在我们的组件里面 和在我们的页面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去注册我们的事件 事件呢 我们直接先在这里输出一个 我被点击了 保存 我们去点击一下 看一下效果 现在我们去点击我们实现的按钮 点击一下 我被点击了 触发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组件里面 已经去实现了一次点击 那么我们怎么在页面里面去接收呢 我希望是我在我们的组件上面呢 我给它一个值 值呢 我们叫change change啊 然后我们去在change里面 去接收我们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名呢 我们给它一个值 我们去注册我们的一个值 我们去打印一点内容 我是页面的时间 我返回了码号 返回了一个什么呢 我希望我返回一个 当前我们的颜色 把我们传入进来的这个颜色 我们返回到我们的页面 这个颜色呢 就是E 我们保存一下 当然现在肯定是不生效的 因为我们只是希望 它会这样的去触发 去显示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页面内 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所以说我们的页面里面呢 它还是只会触发我们 组件内的一个点击时间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 这里呢 它就用到我们VoE的一个 自定义事件 自定义事件怎么写 我们这次点 $ 我们去发射一个事件 事件呢 我们第一个参数 我们给它传入change 这个change呢 就是我们在外面 去定义的这个事件名 然后我们接收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呢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事件的一个参数 我们参数是啥 我们把我们的probs里边的color 去传给我们的页面 那我怎么去获取这个color呢 就跟我们data中获取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使用this.color 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当前probs里面 定义的这个属性 这样呢 就会把我们的事件发送给我们的页面上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当我点击的时候 如果成功的话 首先会输出 我被点击了 就是我们组件内 这个日志 我被点击了 首先会输出 输出完了之后呢 会把我们的事件发送给我们的页面 页面接收到之后呢 我去声明了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再被我注册到页面里面 现在呢 就会输出 我是页面的事件 我们这里写错了 作别字 改一下 我是页面的事件 我返回了一个什么 我会返回一个blue 这才是我们一个正确的流程 我们来实验一下 我们点击 首先我被点击了 返回 然后我是页面的事件 我返回了blue 跟我们的预期一样 说明我们写的是没有错误的 这就是我们自定义事件的一个实现 我们首先需要把我们的事件呢 发送到我们的页面上面 就是我们的组件上面 发送之后呢 我们需要同名的一个事件去接收 接收完呢 我们在页面里面 去注册我们的事件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 我们发送过来事件的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操作 我们想要的一个功能 或者一个实现 都可以去做到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功能 当前呢 我们的点击是实现在我们的组件里面的 现在我希望是在我们像一个正常的button一样 我们把我们的点击放在这里 把它删除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页面 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呢 它是接收不到我们组件里面这个值的 那么我们怎么在组件里面 去接收我们页面里面 写到组件内的这些内容呢 我们使用Vail的一个slot 一个插槽 这个标签就是一个插槽 也就是说我们外边的内容呢 会插入到我们slot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啊 我们外边的内容 传入到里面来了 然后我们去改一个内容 我是一个按钮 保存 这里呢 就会变成我是一个按钮 虽然很简单 但是它看起来 是不是跟我们button的实现 是不是很类似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定义组件的一个使用 当然呢 我们自定义组件是一个很高级的用法 而且是我们UniApp中很重要的一块组成 远远没有我现在说的这么简单 更高级的功能呢 在我们整个实战课程 我们全部都在使用自定义组件 而我们的开发呢 也是一个组件化的思想在去开发的 所以大家不用怕这块的内容我们学不会 所以同学们呢 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个重点的标记 后面呢 如果有什么疑问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课程中 跟大家详细的解释清楚 这部分的内容呢 我们一定不要携带 它是我们UniApp中重重之重的一块内容 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定义组件